中国在巴铁租了一个港口,只租借了40来年,光是修建就用了14年,这个港口究竟有多重要,以至于让中国如此重视,如今租借期还剩下不到30年,中国能够从这个港口获得多少好处呢?这比买卖对中国来说,究竟值不值? 读历史,您是理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。今天故事的主角,名叫瓜达尔港,位于巴基斯坦,早在1430年左右,也就是正和下西洋的时候,在船队的航海图中,就已经记载了克瓦达尔这个地方,根据后来学者的比对发现。 这里就是如今的瓜达尔港所在地,这里本来不算是巴基斯坦的港口,在几个世纪以前,这里还是属于阿曼王国的,在二战结束之后,英属印度在搞独立,英国人架不住,只好跑路了,但是在跑路前,英国人还在这里埋了个雷,也就是搞了一个印巴分制,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巴基斯坦,国内穷得叮当响。 但就是在这样穷困潦倒的情况下,巴基斯坦还是乡中了瓜达尔港,硬是用300多万美元买来了这个港口,虽然当时巴基斯坦雄心壮志,想要在这里好好搞发展,将其打造为中亚国家的出海口,但是巴基斯坦的想象,只能存在于计划书上,因为他们不仅没有钱,还没有技术,那让巴基斯坦人心心念念大半个世纪的瓜达尔港,究竟有多重要呢? 目前来看,瓜达尔是巴基斯坦国内第三大港口,其距离巴基斯坦重要军港仅460公里,距离伊朗边境72公里,从瓜达尔港口向北,只需要十多个小时的车程,就达到了中亚地区的核心地带。 瓜达尔港向南呢,则是印度洋的阿拉伯海,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湾口,算是波斯湾等地区东亚,太平洋地区的咽喉地带。 地理位置极其重要,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,除了地理位置外,这里自然资源还十分丰富。 其所在的比鲁之省地区,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与天然气资源,其所蕴含的矿产资源占巴基斯坦全国的一半左右,其拥有雷克迪克铜矿是世界第七大铜矿,矿产资源拉满的情况下。 这里的清洁能源也十分丰富,因为气候条件以及地形地貌的因素,这里的太阳能资源与风能资源也十分丰富,可是如此丰富的资源,却没有给瓜达尔地区的人民带来什么财富。 因为这里土地贫瘠,不适合发展种植业,这里的农民主要靠捕鱼为生,缺少产业基础的他们,虽然鱼肉质量很好,但是经济水平十分落后,比鲁之省虽然面积占巴基斯坦全国43%,6%,但是却是巴基斯坦国内人口最少,经济最落后的省份,因为地方政府没钱,财政入不敷出,巴基斯坦本国国家财政也拿不出大笔资金用于改善当地基础建设, 因此,这里别说建港口了,人民是越来越穷,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,因为地方贫穷,再加上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的民族、历史、宗教等问题十分复杂。 使得这个地区的社会形势十分动荡,民族分离主义、教派冲突、种族仇恨等,让这里成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,所以在巴基斯坦独立出来之后,虽然有心对瓜达尔港进行开发打造,但是这些经济、技术、社会等原因让其难以付出实际行动,再加上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 20世纪下半夜美苏冷战也使得这里的开发受到了大量的干扰,所以项目迟迟没能开始,可是一直这样拖着也不是事,先不说这块土地确实需要发展,就说这片宝藏之地。 要一直摁着不开发,也是一种浪费,在光靠自己不行的情况下,巴基斯坦领导人把目光放到了国际社会,希望能够寻找域外大国的帮助,那找谁呢?巴基斯坦领导人看了看四周的国际环境,想到了在自己身边的铁杆好朋友中国。 有了方向之后,一架来自巴基斯坦的飞机,朝着中国飞了过去,此行目的十分简单,找中国援助瓜达尔港的建设,2000年,一架来自巴基斯坦的飞机来到中国,中巴双方开始对瓜达尔港的建设进行商量,中国为什么愿意帮着巴基斯坦建设这个港口? 真的只是因为两国关系友好吗?2000年,巴基斯坦领导人穆沙拉夫专程来到中国,虽然明面上说是联络两国之间的友谊,但是私底下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,来到我国后,穆沙拉夫很快就点明了主题,就是能不能帮着巴基斯坦修建瓜达尔港? 中巴双方的协商方案,即中国承担这个项目八成的成本,中国如此大力度的元件,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,很多人都疑惑,中国在这里下血本,是图什么呢?很快,巴基斯坦表示,这个港口将租借给中国43年,为了40多年的租赁权,中国就帮着巴基斯坦修港口,中国在这个项目背后,究竟还有些什么考虑呢? 瓜达尔港口的建设,对于中国来说,首先就是经济利益,长期以来,我国的经济重心就在东部,西部地区因为深居内陆,缺少对外交通条件,经济发展困难,所以,通过建设瓜达尔港以及相关交通设施的完善,就相当于给我国的西部地区。 打造出了一个出海口,可以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市场的发展,增加了我国西部地区与中亚、欧洲等地区的贸易出口点,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贸易结构升级。 如果瓜达尔港建设成功,并且租赁给中国,那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桥头堡。 在2013年的时候,我国领导人就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的构想,而瓜达尔港在此时,就成为了这条走廊的前端,除了对中国经济好,这同样对巴基斯坦老铁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,虽然中巴之间关系很好。 但是因为地理因素,巴基斯坦很难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,而随着瓜达尔港的建立,不仅能够带动比路之省当地经济发展,还可以促进巴基斯坦加入中国经济圈,促进双方经济发展,其次就是在政治层面上,步入21世纪以来,中国的发展让很多国家提出中国威胁论,为了传递中国声音,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。 这个港口的建设也十分重要,中巴之间的关系历来深厚,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,两国之间的友谊进入了快车道,而瓜达尔港的建设,可以深化中巴两个国家的合作,成为了21世纪中巴友谊的新的里程碑。 随着瓜达尔港的开发,能够为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,这里的社会局势必然会逐渐稳定,从而减少了这一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因素,从而为我国边疆地区创造出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,有利于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宁。 此外,随着中巴之间关于瓜达尔港的友好合作,也为周边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成功范例,让很多对华合作处于观望态度的国家。 感受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友好态度,最后便是战略意义,因为历史文化原因,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,而阿拉伯世界因为其地理与能源优势,又使得我们不得不加强对阿拉伯世界的关系, 随着中国接受了瓜达尔港的经营权,就相当于我国有能力进驻到南亚地区,在地理上更加接近阿拉伯世界,瓜达尔港口可以成为一块跳板,不仅增强中国在西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影响力,同时能够缓解我国在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所受到的西方世界的封锁。 算是给我国创造了新的战略纵深,并且,随着近些年来的美国战略重心转移,在帝国主义的围堵之下,我国不得不进行西晋战略,所以说,我国掌握瓜达尔港,就是基于现实考虑的结果,除了地缘战略外,瓜达尔港同样符合我国的能源战略。 对于我国来讲,能源安全关系到我国伟大复兴之路能否成功,当下国际局势险峻,我们不得不采取多元化的能源战略,就目前来说,我国能源运输,过于依赖马六甲海峡。 然而这条咽喉要道,近些年来不断被美国等国家控制。 在面对中美冲突时,美国对于马六甲的控制,就会给中国能源安全直接造成马六甲困局。 虽然中国为了解决这一困局,也采取过不少措施,但是总是没啥成效。 而随着瓜达尔港的出现,中国可以直接由巴基斯坦连接中东产油区,通过瓜达尔港到新疆的中巴能源走廊,给中国的能源安全,上一道坚固的保险。 所以说,中国在瓜达尔港口建设过程中虽然付出了很多,但是收益同样十分诱人。 那么,在这个港口建设过程中,我们还有哪些挑战需要解决呢? 中国帮着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,虽然收益显著,但是背后的风险同样存在,究竟会有谁? 在这个过程中给中国下半子呢? 瓜达尔港的建设也不是说因为中国是基建狂魔,就能说建就建起来了。 从2002年中国工程师到达巴基斯坦开始,一直到2007年港口的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了。 然而,此时距离最终完成还有很长一段路,二期工程建设更加漫长。 一直到2016年11月,这个港口才展现出自己的完全姿态,在基建狂魔中国面前。 这个港口都足足修建了14年,而中国的租借经营权已经剩下了不到30年。 那这个港口建设过程中,除了那些自然条件等客观条件,还有啥在阻碍这个港口的建设呢? 首先摆在中国面前的,就是这里的激烈社会矛盾。 因为历史、民族、宗教等原因,瓜达尔港口地区的社会十分不稳定。 当地的恐怖主义势力,给瓜达尔港口的建设开发造成极大困难。 当地的一些恐怖主义势力,为了威慑巴基斯坦政府,他们就拿着中巴都十分重视的港口项目捣乱。 在2004年,瓜达尔港口就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,造成了三名中国工程师死亡。 此外还有9人受伤,而仅仅一年后,恐怖主义势力多次在相关地区,绑架抢劫中方的公司人员。 在2006年,比鹿之省又发生了一起导致三名中国工程师死亡的恶性袭击事件。 因为巴基斯坦在建设过程中,并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,从而导致了当地人民对于港口项目的不满。 从而严重打击了中国企业进驻巴基斯坦的积极性。 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也影响了瓜达尔港项目的进程。 其次就是巴基斯坦这个队友,自身经济技术条件过于落后,太难带动了。 因为挖掘出瓜达尔港的所有潜力,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,所以必须要完善的相关辅助设备,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。 而巴基斯坦国内经济条件并不好,所以这些建设基本都需要依赖外部援助。 而中巴之间也缺少足够的交通运输,两边想修建铁路,但是因为地理条件险恶,再加上成本高昂,所以修建困难重重。 所以导致国内很多设施跟不上,造成修建进度缓慢,除了这些内部条件。 国际方面的挑战也不少,其中最大的挑战,就是美国,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优势之大,让很多西方国家都垂涎欲低。 其中代表就是美国,对于美国来说,对瓜达尔港的控制,可以强化美国在中东与南亚的军事存在,还可以切断伊朗向东的陆地联系,遏制中国的西进战略, 并且可以再堵死一条中国的能源道路。 美国想要占据瓜达尔港的想法,在20世纪就已经存在了,然而因为种种原因,都没有成功,所以当中国接手之后,美国就多方下半子,甚至鼓动当地的恐怖分子进行捣乱。 阻碍中国项目的建设,除了美国,印度的影响也不容小觑,因为印度一直自诩自己的印度洋的唯一老大,所以对于中国的介入,总是抱有敌意态度。 再加上印巴之间,一直不对付,瓜达尔港对于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的巨大作用,使得印度更加忌惮瓜达尔港的建设,为了维护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霸权。 印度多次阻碍相关项目建设,甚至暗中资助比路之省的恐怖分子以及分裂主义势力,让其帮自己在港口项目上搞破坏,虽然困难重重,但是在中巴的通力合作下。 港口还是完工投入运营了,虽然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,靠着自身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宣誓霸权,但是这个港口的建设,必将让中国在纷乱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多一份底气,面对威胁挑战。 中巴两国需要携手共进,让这座被埋没了数百年的天然两岗,发挥出其在国际社会上应当起到的巨大作用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赐,订阅两在小的镇头。